爱奇艺领跑开年限时题材内容市场 老男孩播放量破亿 由刘夜、林依晨、雷佳英、吴仙旭领前主演的都市情感大剧老男孩自3月4日起在爱奇艺全网首播 每日24点VIP会员更新、非会员自日24点更新 该剧凭借幽默封曲的语言风格,男性视角的独特定位,自上线以来播放量和话题关注度持续走高 截止目前,上线仅4天播放量破亿,微博电视剧实时榜TOP前列 作为爱奇艺开年头部大剧内容矩阵中又一笔座,老男孩在口碑,流量双丰收的同时 再次印证了爱奇艺独到精准的选剧眼光和对优质内容的敏锐判断 成功领跑2018开年现实题材内容市场 老男孩不同于以往情感巨多以女性为核心 在内容上令地吸井,通过聚焦老男孩这个特殊人群,将当代男性内心中柔软敏感的那一面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展现出来,即已引起观众的共鸣 人设方面选择了更接地气的民航机场和老式形象 这对欢喜冤家上演的一出出相爱相杀戏码,掳获了众多用户的心 与此同时,看笔电影集的画面质感与优美动听的配乐也锦上添花 是的该剧凭借精良的制作与令必吸尽的故事设定一经上线便呈现出大剧品箱 不难看出,爱奇艺在好故事,高品质的双重标准下 此番再次凭借精准的甄选眼光,越用差异化内容战略 成功捕获老男孩这一品质大剧 从而实现了在都市情感类题材内容版图的又一次有效扩充 开年以来,爱奇艺凭借对市场风向的精准把卖以及强大的内容甄选能力 以一路繁华相送,谈判官以及刺刺的老男孩在内的都部都市情感类大剧 在该类题材上进行多元化,高品质内容输出的同时 更实现了视频平台情感大剧领跑开年道 而接下来的南方有乔木 以你为名的青春 黄泉 一天下 独孤与皇后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脱身等一系列大剧的悉数登场 也将更值得期待 作为国内最大的综合视频平台 爱奇艺将始终坚持从用户及市场需求出发 深耕并拓展锤类题材 实现差异化内容布局的同时 也不断助推着网剧市场的精品化进阶 榜泉声明 如设计版权问题 请作者持全署证明与本网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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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的时候